现前善根深厚的人 一听到他就结束 他就正干 他就真的往生了 他是正法 那我们不知道他的过去 他在过去身中跟我们现在一样 他是过来人 生生世世 把这些卧业几乎都抱紧了 这也是预导人 才有这种殊胜的感应 接触到他就能生欢喜心 他就真心 他没有怀疑 一生圆满成就 如果我们看到他过去 他过去无量节来 就中了善根 不是偶然的 没有偶然的 佛在大经上说 这些人 肯定是过去身中 曾经供养 无量祝福如来 这一生遇到缘了 得到祝福如来的加持 所以他不怀疑 他能相信 我们过去没有修集这么多的善根 怀疑是一点都不奇怪 你不能相信 不能够真干 都不奇怪 都是正常现象 公仆不到家 这个事情不能勉强 但是佛法非常重视语音分 英语 果报 他特别重视语音 如果我们遇到的语言殊深 功夫差一点 可以把它补出来 那这就难得了 我知道我学佛的功夫不行啊 不是很殊胜了 但是补出来了 补什么补法 就是正感 诺此不疲 就把他补过来了 对他有怀疑 我们就深入紧张 紧张是道理搞清楚 搞明白 那紧张 语言很好 方东美先生介绍我 就是花眼镜 生好多死啊 花眼镜就居住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 一切尽的一礼 那这一步就行了 这是很幸运 遇到了 花眼镜 花眼镜 我讲过两次 虽然两次都没有讲约满 但是明白了不少事情 也差不多用了 两次喝起来 超过六千个小时 更难得的 遇到 夏老的灰气盆 黄年老的积极 积住 这是花眼镜的精髓 花眼分量大了 浓缩起来 成这么一步 这一步就是大方光 佛花眼 这一步就是 一切诸佛所说的 一切金的宗相 纵意 那么这一步就够了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这个往上提升 就非常快速 这个不可以坑固 一定是欺而不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